美国海军效果 中国的潜艇禁音技术取得突破 美国海军暗暗叫苦 这将如何影响中美的军事竞争 关于美国海军的攻击型核潜艇 对中国所构成的军事威胁 这在军迷之中并不是新鲜话题了 但是当美国军队有一天说 已经观察到一艘 新的中国攻击型核潜艇 配备了棒喷推进系统 进而要结束美国长期以来 主导水下地位时 仍然带来了一个不小的震撼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能够证明中国核潜艇 实力发生巨变的事有这么几条 首先中国在探测核潜艇活动的 技术能力方面 获得了许多重大的技术突破 第二能够大幅度降低 核潜艇造声的棒喷推进系统 已经被中国掌握 第三 卫星图像还显示 中国位于某岛的潜艇制造基地的 规模非常大 表明其生产新一代核潜艇的能力 正在快速提高 第四 按照华尔街日报的说法 中国增强了探测敌方潜艇的能力 在南海和关岛附近等战略地区 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为水下长城的 水下传感器网络 而在美国这边 不但攻击型核潜艇的部署规模 无法满足其军事战略规划的需要 而且还面临着老旧潜艇排队维修 携带核动力潜艇的建造速度过慢 无法正常更新换代的局面 对美军而言 他们之所以非常看重在核潜艇领域的优势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 美国海军认为攻击型核潜艇是美军 对比中国海军仅存的一项 具有重大技术领先的领域 其次 美国人认为 攻击型核潜艇还是美国武力干涉台海的 最佳武器平台 他们负责在台湾东部海域 发射远程隐身巡航导弹 以攻击解放军渡海登陆的运输船 第三 一旦中国核潜艇的禁音性能获得突破 中国将获得对美国第三岛链 和美国本土的常规武器打击能力 这是构建恐怖平衡的重要一环 第四 中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不需要部署太多 就可以在防御作战时 对美国海军的核潜艇形成数量优势 特别是形成伏击优势 按照美国海军攻击型核潜艇的战备水平 能够在中国家门口同时部署四艘攻击型核潜艇 就已经很困难了 主要原因就是核潜艇从美国本土出发 要想到达中国周边 那么他们在路上所花的时间非常长 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这样的远程部署 还会加速恶化美国核潜艇的战备情况 第五 中国军工产业造船能力的提升 意味着中国核潜艇的数量 将在短时间内快速追赶美国 从而快速瓦解美军的存量优势 中国等了这么多年 如果有一天开始量产 既影响过极佳的攻击型核潜艇 那么就一定会大规模部署 而且说明我们已经突破了核心技术 这样的局面在中国量产052D和055万吨大趋时 已经出现过了 最终将会出现对美国水面舰艇的反超 第六 中国的核潜艇加常规潜艇组合 拥有更好的消费比 从军费的使用效率上讲 也超过美国 美国的核潜艇向来就是吞金兽 其部署规模越大 平均舰铃越长 未来要花的钱就越多 而中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主要在加盟控活动 而且其规模不可能在短期内超过美国 但中国同时拥有核潜艇和常规动力潜艇 从军事效益的角度来看 当然是更加合理的 中小言 中国在核动力攻击型潜艇上的技术突破 最终改变的是美国海军现存的唯一骄傲 甚至会直接影响到美军武力干涉台海的决心和信心 中国如何部署攻击型核潜艇 还关系着中美两国攻击型武器威慑的战略平衡 甚至关系着两国军费的使用效率 美国军事专家及其海军人士的焦虑 虽然有些夸大其词 但是从长远看却非常正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